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民捱贵赛叫苦连天 特首林郑月娥2月8日公布 首次将限聚令引入私人场所 禁止两个家庭以上在私人地方进行跨家庭聚会 若有市民违反强检令或者遗风检令 罚款将会由目前的五千元赔增至一万元 对此陶杰在Facebook发文 也于政府 一旦当家作主 就会搞到民怨沸腾 鸡飞狗跳 按照规定 两个家庭以上在私人地方进行跨家庭聚会 就算违法 但是怎样定义跨家庭 如果子女不同父母同住 回家探望父母算不算跨家庭聚会 陶杰在Facebook发文表示 是英国家庭一致不是Family 而是Household 英语文化对于何谓Household 有清晰的定义 但是中国语文在结构上 毕竟并非第一流的法律语言 在这种关节眼 就容易产生大量思维粗疏的差不多先生 而据香港01报道 新规例下 会以住户作为单位 如果子女已经搬离 不再同父母居住 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单位 最多只可以两个住户聚会 例如 哥哥和妹妹已经分别搬到其他住所 两个人就不可以同时回家探望父母 必须轮流前往 不可以同时三个不同住处的人聚集 另外 如果前往照顾年老父母 或聘用培月、终点等 若果多于三个住户不属违法 因为按照新规 如果到访者属于照顾者 即是来自第三个住户 亦可以不受限制 不过有网民提出质疑 如果家中有独居老人 老人家行动不变 两个子女都分别住在各自的住所 如果这两个子女一起去照顾老人家 会不会被视为是探望而不是照顾 会不会被认为违反夸家庭聚会而食罚单 陶杰认为大量前英殖民的土著政府 如果当家作主 例如乌干达、辛巴威等 必定会搞到鸡飞狗跳 民怨沸腾 大家看看回归之后 不遭殖民地奴隶 而是当家作主的香港政府 是否这样 2月8日下午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包括599F新增的六个厨所 封发型屋等 被市民狂插骂爆 更加有市民翻出 林郑在2019年的一段录音片段 怀疑她制定这些荒谬措施 迅速有仇不报非林郑 慎徒斯规定 宗教场所、理发店 必须在2月10日起关闭 至到2月24日凌晨 其他四个厨所 即百货公司、商场、超市、街市 虽然不会关闭 但由2月24日起 以上的六个真身厨所 会纳入疫苗通行证的范围内 市民进入场所需要使用安心出行 并出事打针子 至于公共交通工具 则未能纳一表列范围 但当局重申 已经有法理基础 在公共交通工具执行措施 消息公布之后 不少发型屋外排起人龙 有市民表示 虽然现在林郑 是说会封到24号 但谁可以保证 政府会否会招令直改 自己不想到时 没得剪头发而变了长毛 很多市民认为 林郑连发型屋都封 非常荒谬 因为发型屋甚少传出感染个案 另外很多网民质疑 疫苗通行证 矿置商场的可行性 不少网民骂爆林郑 那我屋苑出入要经商场 如果没打针 是不是屋企都不允许 那么多个地铁站都是商场出口 那就是叫人不要乘坐地铁 更有市民翻出2019年9月3日 路透社公开林郑的一个录音片段 当时林郑对一班商界人士说话 其中一段说到 我的生活被翻天覆地 我没有行街 没有行商场 不可以去发囊 不可以做任何事 网民质疑她制定那么多荒谬的政策 迅速是有仇不报非林郑 另外林郑月娥还表示 会修订劳工法例 如果雇员拒绝打针 因未能满足规定上班而被解雇 将不会视为不合理解雇 不少打工仔对此感到担心 怕修离后会被无粮雇主滥用 直斥政府此举是想打烂人家的饭碗 今年是香港特首换届选举之年 但选战气氛却一片死直 至今只得闪国林一个公开表示参选 其他各派人马似乎都在观望 在等北京下达最终指令 时事评论人盐纯勾分析 中国内忧外患 令到习近平招头烂压 对于管理香港事务更加力不从心 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今年3月27日举行 提名期由2月20日开始 3月5日结束 不过今年的选举却安静得有些诡异 至今只得一名建制派的闪国林公开表示参选 不过坊间并不认为他得到北京的祝福 颜纯勾在念书泽民分析选情 认为不同建制派系都在坐等中央发话 中央不动声色 令一班奴才心急火尿 不知如何自处 去年香港的选举制度被人大修改 脱离其中的民主成分 港人只是以食花生的心态观望 颜纯勾表示 香港选举是小圈子游戏 一切结果都在习近平掌控之中 但习近平忙于东奥 冬奥后又有两会 两会之后又有二十大 同时中共在国际外交上失势 国内经济情况日益转差 人口红利消失 清零政策下大量百姓失业陷入财困 面对恶劣的局势 习近平已经力不从心 纯勾认为 即使特首都是中共在港的代理人 他们都是有分别的 有坚持暴政管控的 有些偏向安抚妥协 有土生土长的 都有白皮红心的 拍板虽然容易 后果难测 牵一发移动全身 或者这个就是习近平 举期不定的原因 不少评论认为 目前香港情况随着 大陆局势改变而改变 只要中共不解体 香港亦无法翻身 颜纯勾认为 必须留意中共二十大后的国策 是坚持回归文革 还是向右转和美国求和 坚持暴力统治 还是被迫向人民让步 目前对于习近平来说 大局已经不堪 小小的香港更加是顾不上 港府的清零政策被指扰文致极 新年期间有跨境货车司机染疫 超过二百两运菜货车滞留口案 大批公港梭菜未能送抵香港 都知全港菜档菜价飙升 市民新年期间要挨贵菜叫苦连天 香港90%以上的日常消费品 依赖中国内地 有分析认为 香港的清零封关政策 都知运输不长 对长期短缺的担忧 都促使购物者大量抢货 加速情况恶化 货贵运输业职工总会主席 陈迪首说 2月4日有一名跨境司机 在敏感度口案确诊 军口暂停通行 翌日再有一名跨境司机 在检疫的疫站酒店检测情阳性 大陆当局当晚即要求数十名司机检测 直到检测结果程阴性先获放痕 导致货运再次受阻 平时跨境司机一日可以走两转货 但2月4日和5日 部分司机一转货都走不到 香港01报导指 超过200部运赛货车滞留口案 大量公港蔬菜未能送抵香港 导致香港菜单菜价急升 因为大型超市出售的大部分蔬菜 其价格均于平时相弱 引发市民到超市长购蔬菜 无论是冷冻蔬菜 还是新鲜蔬菜都被长购一空 而在菜市场出售的蔬菜质价格飙升 菜心32元一斤 豆苗更加是涨到100元港元一斤 有市民表示 这个苦年过得不开心 除了往年的新年活动 好像花市被取消 餐厅晚市停堂食 现在还要挨贵菜 中国内地是香港蔬菜的最主要供应来源 跨境运输效率的变化 对香港蔬菜价格的影响是显然异见 有香港货柜业人士透露 目前越港跨境货车市的人数 已经由疫情初期的13000人减少 至目前不足7000人 运力降低 运输成本上升 都成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的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近两日来 绿叶菜被市民抢购一空 目前人们正面临新鲜食品短缺 部份超市货架几乎被市民掃控 只是剩下来自海外进口的高价蔬菜 由于香港是中国内地出口的重要转运输楼 同时由内地进口建筑材料 家具和家电 疫情管制不单威胁食品供应 都造成更大范围的外贸冲击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字以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